越来越接近年底了 不少人开始关心年终奖金可以领多少呢 通常国营事业的年终奖金都让人满羡慕 那么今年又是如何呢 但你来看一份预估的数字 像是台电的年终奖金 预估是最多的有大约30万元 那么台糖有29万元 台水有26万元 中油最少是18万元 算一算呢 像是台电台糖以及台水 都有4.4个月的年终奖金 那么中油最多有3个月 算说只有18万元 在4个国营事业当中是最少的 但是比起来 相信很多民众还是会相当的羡慕